血管堵百病生 一招教你打通全身血管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血管遍布着全身 血液的流动 维持着各脏器器官组织的正常功能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血管的弹性逐渐会下降 血管的硬化 血管内皮的损伤 增加了血管堵塞的风险 也会导致心梗脑梗突发事件的发生几率 那如何预防心脑血管这些突发事件的发生呢 首先啊 当下肢的血管堵塞的时候 是因为下肢离着心脏比较远 这些脂质就更容易在血管内沉积成堵塞 引起了下肢的无力 麻木 疼痛这些症状 第二呢 当颈动脉这些地方出现堵塞的时候 由于颈动脉会连击着大脑 一旦堵塞了 就有可能引起脑梗 多项研究表明50%到75%的缺血性的脑中风 都是因为颈动脉堵塞造成的 第三啊 当冠状肚脉出现堵塞 心脏的供血就会受到限制 容易诱发心肌切血 关心病心梗这些现象 所以各位 如果你曾经有下肢无力 麻木 冷痛 或者是头晕 眼前发黑 或者有胸闷气短 呼吸困难 这都说明你的身体里边已经出现了堵塞的情况 先不要着急 无论是哪个地方的血管堵了 中医认为多数都是血淤而引起来的 一般的说呢 是可以通过活血化淤的方法来缓解和改善症状 今天呢 教大家一招 无论你是哪个部位出现了堵塞 它都可以帮你疏通血管 它不像手术刀 去了这儿就不去那儿 而中药的治疗 它是全身型的 这个就是出自伊林改错的血腐朱鱼汤 药店可以买到 如果你还查出了是脑供血不足 脑梗这些问题 那病情比较复杂的话 就要进一步的去辩证论治 才能更好的恢复健康 关心病 心肌缺血 一个骨方 清热 化痰 去血 帮你供血充足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在接诊的患者之中 有这么一位年轻的男性32岁 关心病 心肌缺血 经常会感到胸闷 气短 心慌 胸痛 同时还有肚子胀 舌苔是黄 厚 腻 舌脂是暗 给它的处方开了一个五方小线胸汤 同时因为是心脏的问题 心肌缺血 供血不足 在化痰的基础上又加了补心血的药 吃了两周以后呢 它身体反馈的情况非常的明显 说之前的头晕 胸闷 服药以后都得到了缓解 而且排出了很多的黄稠的年痰 一下子就豁然开朗的感觉 一下子就通畅了 其实小线熊汤就是这么三味药 黄连半下刮楼 根据它舌苔的变化呀 是因为肺热引起来的痰比较重 所以这里还把黄连用黄芹来替代 就加强了清热化痰驱邪的作用 帮助把身体里边的痰热排出来 有时在吃药的过程中向外排出痰 不要害怕 是你身体里边要排出痰的一种反应 不是病情加重了 还有时候这个邪剂可能从大便排出去 那原来的大便一天一次可能增加了一次 大便怎么不成型了 都没有关系是药物的反应 通过这样的排毒呢 患者胸闷也缓解了腹胀也得到了解决 所以通过用药把这身体里的邪驱除体外 才能够保证我们身体气血通常 血管堵塞不用怕 牢记三点不用去医院也能通血管 先别划走 不管你的血管是堵了五年十年还是二十年 不用再过分的担心了 也不要在到处求医问药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赵宇浩教授 从医四十多年 门诊见过太多被血管堵塞折磨的苦不堪言的患者朋友 也深知大家都不容易 虽然我特别希望有更多的人来为我的视频点赞 但是哪怕只有一个人支持 我都会觉得腾出时间来为大家做讲解 心脑血管的健康科普是有意义的 我的付出是值得的 我也会继续坚守这份初心 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可靠的医学科普知识 回归正题我们说呢三分至七分养 养护的重要性 大家千万不要忽视 首先就是要少吃油炸类的食品 它们会使血中的胆固醇浓度增加 血管堵塞的风险就会加大 第二呢就是戒烟戒酒不熬夜 这三个不良嗜好都会导致动脉硬化的进一步加重 尽量不要去做 最后呢就是要注意情绪的管理和调节 少生气不生气 其实情绪不好对血管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长期的焦虑抑郁压力过大 可能就会引起血管过度的收缩 痙攣 时间久了就会造成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 进一步呢就加重了堵塞的几率 大家一定要保持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心态 对于养护血管至关重要 沾枕头秒睡一学就会 建议收藏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你想一躺在床上就能睡着吗 睡眠的重要性在人的一生中是至关重要的 而失眠又是很多人所面临的问题 特别容易发生在以下人群 第一老年人 老年人患有慢性失眠的比例 据不完全统计大约在32.8% 第二人群呢就是女性 女性患有失眠的风险呢 是男性的1.4倍 第三类呢是有家族史的人群 第四类生活压力大 生活上有重大事件发生的人群 第五类性格焦虑完美主义的人群 第六类对环境特别敏感的人群 如果你有失眠 我告诉你啊长期的失眠对身体的危害是很大的 尤其是可以增加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 额头眉毛眼睛下巴这样一点一点逐个的放松 身体里面每一个器官放松 放松一遍再放松一遍 总之啊别的不去想 一直想着这个身体放松这件事 这个方法呢除了可以让你的身体放松之外 可以把思想全部都集中在身体如何放松上 这就排出了杂念不去胡思乱想 每天睡觉之前呢就这样去做 坚持一段时间慢慢的你会发现躺在床上之后啊 用不了多久就很容易的睡着了 睡眠成为了你很幸福的事情 教你一招不花钱不费力 心脏一天比一天好 大家好我是赵雨昊教授 平时大家呢除了按照医生的嘱咐规范性的用药的同时啊 要学会一些中医养生的技巧也是很关键的 今天呢就教给大家让你的心脏越来越好的方法 这第一个呢就是拍打液窝下的极全血 两侧交替的拍打一分钟拍打它具有着宽胸离气 活血通落的作用 对平时你感觉到胸闷气短心慌胸痛的朋友 多拍打双侧的液窝下能够改善你的症状 这第二个穴呢就是内观穴 在我们手腕上腕横纹上两寸 经常的暗柔双侧的内观 可以帮助我们安定神志 疏肝和胃 第三个穴呢就是经常的敲打 胆中穴又称为胆中穴 位于胸部正中两乳之间这个位置 是属于人脉上的一个穴位 尤其是气虚的人特别累的时候 这个地方泥岸很疼 经常的敲打胆中穴 可以行气解余 礼气通落 这一组锻炼呢对于心肌缺血 心脏供血不足 关心病能消除缓解这些症状 没事的时候就多暗柔这三个穴 心肌缺不缺血 自己不要瞎猜 这五处会告诉你 大家好我是赵雨昊教授 今天呢教大家一个自查的方法 可以对自己的心脏的供血情况 有一个初步的判断 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检查 第一呢就是看自己是否有心前躯 或者是胸骨后的疼痛 这个疼痛呢有时候还会像肩背颈下颌手臂这些区域放射 持续的时间三到五分钟 休息一会儿能自行缓解 第二看自己的体力活动的时候 是不是呼吸不畅 心慌气短有这些症状 如果过去爬几层楼都没有任何反应 现在稍微快走几步感觉上气不接下气 这就是问题 第三看自己是否经常有疲劳乏力的症状 明明什么活都没干 休息的时间也是足够的 但却总感觉身上特别的累 第四是否会有突然的心率加快 或者心率不规则的情况 尤其是刚刚吃完饭以后 或者是受到寒冷的刺激的时候 或者是用力排便的时候 或者是用力抬重物的时候 如果突然会出现心悸心慌的感觉 这时一定要引起重视 第五有没有不明原因的出汗症状 如果是温度不高 而且也没有进行大运动量的前提下 在颈部后背头皮手脚心这些地方 频繁的出汗甚至是出冷汗 就要当心是心肌缺血情况的发生 视频前的你可以参照着这以上五点进行自查 如果中了其中一条或者几条的话 就要及时的就医进行排查 得了高血脂是经常吃肉引起的吗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很多人说高血脂仅仅就是因为吃肉引起来的 这是不科学的 有的时候过分的清淡饮食 比如说你只喝粥也会导致血脂的升高 血脂升高和整体的饮食习惯是息息相关的 对抗高血脂我们推荐是低碳水化合物 适量的优质蛋白和少量的含不饱和脂肪酸的混合饮食 低碳水的饮食关键呢在于摄入适量的碳水化合物 比如说像玉米土豆这一类粗粮 还有根茎类绿叶的蔬菜 避免过量的去食用精米精面 因为这些会导致血糖的飙升 同时呢也要减少高糖的饮品 还有就是零食 这样做呢可以减少总热量的摄入 避免糖过多而导致血脂升高 这里要特别强调啊 优质蛋白的重要性 它是维持细胞结构和功能的物质基础 各种代谢需要的这个酶都离不开蛋白质 按基酸来参与 所以摄入适量的优质蛋白 有助于维持正常的血脂水平 比如说鱼虾鸡鸭这些白肉 是作为优质蛋白的来源 而红肉呢像猪肉牛肉羊肉适当的食用 提到优质蛋白呢就离不开鸡蛋了 那可是优质蛋白主要的来源 不饱和脂肪酸主要是来自于鱼肉 血脂高的人呢可以经常的吃鱼 坚果但是不易过量 水果要适量 除了饮食之外 睡眠运动对血脂影响是很大的 加强代谢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所在 小用毛巾降血压 快提父母收藏好 用毛巾呢可以降血压 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 先别急着滑走 这个方法是加拿大的医生首先提出来的 美国心脏病协会把这个方法列为了高血压的辅助手段之一 具体的操作就是把一块毛巾对折成方形 从一边卷成卷 卷的呢不要太粗了 一只手能握住大拇指啊 不会碰到其他的四指 中间有一个空隙 这样的程度就可以了 然后呢用30%的力量去攥住它两分钟 休息一会左右手呢重复这样做两次 每周坚持做上这样三次 这个的原理呢是什么手握着这个毛巾的时候就会压迫血管 手臂上血管的血液就会减少 当我们手放松之后血流就会恢复 这个时候呢就释放出一种物质叫做一氧化氮 它是一种扩张血管的物质 所以说一氧化氮释放增多之后 我们的血管就会得到了扩张 血压也就得到了改善 这个方法学会了呢 它可以辅助降血压 每天记录你的血压变化情况经过一段时间以后 该调药的时候去找你的专业医生 指导你再逐渐减量 我可以马上停药哦 一分钟教你测出是气虚还是血虚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今天呢教大家一个实用的小方法 很快就能测出是气虚还是血虚 气是为血之帅 血呢为气之母 如果气血平和身体就健康 气血不和百病变化而生 气虚的人呢大多是肥胖的人 而血虚的人都是消瘦的人 气虚的表现四肢无力 动则汗出 而血虚呢多是失眠多梦 头晕心计 气虚说话会无力外说话 精神倦怠 血虚呢面色苍白 皮肤干燥 手足麻木 气虚的人爱腹泻拉肚子 血虚呢容易肠躁便秘 从以上这几个症状 你判断一下是属于气虚呢还是血虚